今天你想要买台车 但你没有 又或者是你不想放太高的预算在车身上 可是你要 最好要有 市场上就有这么两台车 两台国产的 sedan 它们都知道 便宜 实用 好生养 I mean 容易养啦 两台各有卖点要怎么选呢 今天就让我和小明和大家分析一下 这两台车的good and bad 我就用6大点来比较这两台车 让你更清楚你应该选择谁 既然要使用 那我们就直接先来讲空间好了 论车身尺码 Saga 除了高度以外 其他部分都是占上风的 连轴距也是比较长 在这边我就做出这个完整的列表 大家可以参考这两台车的三维 但三维归三维啦 最重要还是这个内部空间表现是如何 我们先来讲前座 其实在前座部分 Saga 还有 Beza 这两者 它的表现都挺接近的 空间感都不错 但因为 Beza 这个车宽比较窄的关系 它稍微吃亏了一点 这方面呢 Saga 它在这个肩宽的这个 空间的充裕感会比较充足 而来到后座方面呢 其实空间表现无论是 坐的空间还是腿部空间呢 这两者的表现也都很接近 空间感都很好 只是Saga 的这个头部空间会稍微输了一点 但是Saga 有一个地方赢 那就是同样的也是这个 宽度的部分 如果要做三维成人的话 我觉得Saga 它是比较好做的那一位 接下来这个空间是买 Sedan 也很讲究的 那就是尾箱空间的 这方面呢 Beza 以一个 五百零多公升的容量 直接赢了咯 而且我觉得它不只是账面上赢了 在设计方面呢 因为比较高 也比较方 更容易放东西 是更加的实际的 而且它也支援这个 六四后座倾导 这一方面呢 Saga 就是一面倒 我觉得在这个环节上呢 基本上 Beza 是赢的那一个 接下来就到动力部分 在这边我就列出这两款车的动力规格 其中 Beza 呢 它是有1.0的三缸 VVTi 自然进气引擎 还有1.3的 Dual VVTi 自然进气引擎 并搭配四速自排 而这个1.0的版本呢 还有五速手拍可以选择 至于 Saga 则是1.3公升的 CAN Pro VVT 自然进气引擎 并搭配 Hyundai 的四速自排 在动力表现的部分 其实这两者是相差不大的啦 其中这个 Beza 的起步表现 就非常的轻盈 你开着它你会觉得很会窜 这也符合一般大马消费者 所要的一个要求 至于 Saga 呢 在换了这个四速自排过后 我觉得它整体的表现 可以用平均来形容 它少了以往这个 Punch CVT 的那种 顿挫所造成的不适感 但同时还少了以往这一具 CVT 所带来的那个更直接的 加速感觉 没有错 这个 480 呢 不是要给你换来当 Min Deezer 我没有记错的话 原厂它的这个用意 主要是给这个消费者一个 更经济的保养项目 还有就是这个有耗表现 也因此呢 这个 480 它的加速表现方面 其实也还好 我那个时候试驾了过后 我觉得它的换挡逻辑是比较简单 也比较单纯一点 比较慵懒的一个设定 这一点呢 Bezer 的 480 对于油门反应 还有在这个逻辑上 是会比较强一点的 简单来讲就是给你多一点激情啦 不过相比起性能 还有动力表现 我觉得看这辆台车 其实反而应该注重的是 油耗表现 关于这方面 其实我是有大概收集了一些车主 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油耗 并列出了这个平均值 Saga 方面呢 它是一个 12 到 15 公里 per liter 至于 Beezer 呢 则是一个 15 到 18 公里 per liter 当然有一些车主它是有成功 做到更好的一个表现 又或者是更差的表现 那这两个数据呢 主要是一个比较平均的 value 仅供大家参考 那从旁边的这两个数据 很明显的就可以看到 这个环节呢 Beezer 是一家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Beezer 它其实用的这个 原装的机油的等级呢 是 0w 20 也就是说 如果你回原厂保养的话 你所更换的机油是 0w 20 这一个等级的 这个等级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你更换更加重 这种所谓的重啦 也就是 5w 30 或者是可能 甚至是 5w 40 等级的机油的话呢 它会影响到它的动力 尤其是起步表现 同时也会影响到 车子的油耗表现 大家可要注意了 接下来这个环节 也是必须留意 必须关注的 那就是安全表现了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 成绩单 在这个 ASEAN NK 碰撞成绩上呢 Beezer 它是比较优秀的 因为它拿到 5 颗星 至于 Saga 则是 4 颗星 但是 Beezer 会拿到 5 颗星的原因 是因为它的这个顶级版车型呢 有 ESC 车身稳定控制系统 以及前座的 Sitback Warning 也就是说它的前座 分别是司机座 还有这个副驾驶呢 都有这个安全带的警示功能 但是 Beezer 的其他版本呢 就只拿到 4 颗星 因为它并没有 ESC 系统 至于 Saga 拿到 4 颗星的部分呢 只是因为这个安全带警示功能 它只有司机座有 副驾驶并没有 另外 Beezer 还有一方面赢的地方呢 就是它的这个顶级版有 ASC 2.0 先进主动安全系统 包含了前方碰撞预警 自动紧急刹车并带有行人侦测功能 前方车辆移动提醒 以及油门物彩控制功能 这方面的确是比 Saga 还要有趣的 在看到成绩单 还有一些看得到的功能过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些看不到的 那就是车身强度 在这方面 Saga 它所使用的是一个超高杠性的杠材 它的部分车体的杠材强度达到了 980 MPA 相比起来呢 这个 Beezer 的钢材也算是高杠性 但是它在主要的架构上用上的是一个 590 MPA 的高杠材 和 Saga 相比起来呢 在强度上还是有点差别的 当然这两者在这个撞击禁止物体的碰撞测试中 表现都很好 两者的车体架构杠性都够高了 但是我相信来到现实生活中 当你遇到有速度的前方来车 又或者是后方追尾 还适合这个大型车辆撞击 杠性比较高的车体架构 理论上应该会比较能顶 这一点我相信 Saga 是优胜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回合 两者打平手 再比较完刚才的三大主要环节构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 舒适性 关于这一点呢 如果是说这个普通的日常市区驾驶的话 其实这个 Beezer 还有 Saga 两者的差别是不大的 两个都是很好开很容易开的车子 但是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深入做一个比较的话 比如说看一看这个底盘能不能带来更好的操控 以及高速行驶的稳定性 还有就是这个座椅设计尺寸的大小 支撑性够不够 在长时间开车或者是开长途车之下呢 能不能带给你更多的舒适性 所以在这个环节上我觉得 Saga 是赢家 这个环节其实也是很重要 那就是价钱 关于这一点如果单纯从这个新车架来看的话 从旁边的这个类本就可以看到 基本上 Saga 就是完胜 因为就连CC 比较小的这个 Beezer 1.0 都还要贵过最便宜的 Saga 入门版 但是如果你是比较精打细算 又或者是你的这个贷款期限比较长 超过5年以上的话 那这一点你可能也要注意 那就是很多人也很在乎的 二手价 为了做一个比较 我就选出了同个年份 也就是2017年的各版本 Beezer 以及各版本 Saga 的二手卖价 来做一个简单的对比 并发现到 Beezer 平均的折损率 都是在一个25%到30%多 所以 Saga 则是比较高 都是一个40%多 如果是直接看这个数目的话 这个 Saga 平均洗掉的数额 是比 Beezer 还要多一个3000到5000多令吉的 已经是可以当你新车的这个头契了 最后就是这个保养还有 After Sales 的部分了 在保养方面呢 其实这两款车它的这个成本费用 是差不多的 我们以这个回原厂 然后还有5年10万公里来做例子 从这个例表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其实总数并没有差很多 Saga 1.3 还有 Beezer 1.3 呢 只是差一个几十块而已 至于这个 Beezer 1.0 就比较便宜了 便宜了一个几百块 而在消耗柄部分 像是刹车片啊 轮胎啊 火星塞啊 刹车盘啊 甚至是 Absorber Low Arm 等等的 其实这两款车用的料的差不多 也因此价格方面差别也是不大 真的要比的话 就是这个 Saga 多了 Timing 掉咯 只不过讲到 After Sales Service 也就是售后服务方面呢 Perodua 这个品牌是稍微比较好一点 不过也是要看运气啦 因为听说有一些 Perodua 的 Service Center 也是还好而已 无论如何这方面我是觉得 Beezer 还是稍微优胜一点的 好啦 以上就是我小明为大家所做出的这个六大环节的比较 如果要我comment的话 我会是觉得 Perodua Beezer 这台车呢 它有很多时髦方便的配备 像是 LED 头灯 Keyless 无钥匙进入 Push Start 电动折叠后视镜 还有刚才我说的这个六四后座倾倒 加上还有省油 开起来也比较轻巧 换胆逻辑也比较好 还有 ASA 这个功能 我觉得这些东西呢 都是能够在日常 像是市区驾驶啊 去买菜啊 能够给到你方便的一些东西 日常普通话的话 其实这台车很好用 但是如果你是长时间开车 又或者是很常跑远度的话呢 那我觉得 Saga 在这方面就比较适合了 首先它的这个座椅设计支撑性比较好 再来它的这个悬挂 还有底盘设计呢 都比较扎实 无论是高速稳定性 还是在过滤 碎震 操控等等呢 都是好过 Beezer 的 这不止对司机 它连带对乘客的舒适性 也是有帮助的 我相信做长途来讲 你的乘客会比较想要做在 Saga 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原装音响系统 也比 Beezer 好很多 这个对于很常待在车里面的司机来说 是相当重要的哦 而隔音表现方面呢 其实两者 普通开的话 我是觉得差别没有很大啦 但是要跑高速还有拉高转的话 Saga 的这个 Cam Pro 可能就会稍微比较潮了一点啦 至于像是降噪啊 抗震啊 NVH 这些细密度的表现上呢 我觉得两者的相差也是没有很大 最多是这个 Beezer 的引擎的运转呢 会稍微比较细一点 禁止而已 所以到最后就是看你买车的需求了 其实我很常遇到被问这个问题 诶 小命啊 这几款车哪一个比较好啊 其实我想说的是啊 车子没有最好这种说法 只有最适合你 在你买车前 如果你的问题是哪一辆车最好 我会建议你先搞清楚自己买车的用途 你买来了会怎样开啊 你的用车环境 你的这个用途 像是需不需要空间啊 等等等等的 就好像这个 SUV 还有普通的 sedan 如果你不需要空间的话 其实你可以考虑更省油的 sedan 以此类对 在搞清楚了这些以后啊 你才照着你的预算 开始去找出你要的 segment 你要的车型 其实每一辆车都有自己的卖点 就看他们的卖点符不符合你的需求了 也因此今天的这支影片 我就以这几大环节来分析给大家 结论也是直接以这个用车的方式 来分出他们的差别 希望可以帮助到正在选车的你 喜欢这些影片觉得有用有帮助到你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给个赞 还有就是分享出去给更多人知道 解决大家选择的烦恼 想要看什么车型比较的话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给我知道 小苹果我会尽量做给大家 当然最重要的是先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小明 我们下一期的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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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